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是马路边上两座魏灵碑的故事 懂行的朋友一听啊就知道,这魏灵碑啊那肯定是日本人立的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日本人才管墓碑叫做魏灵碑呢 从这字面上啊,您就能听得出来 这魏灵二字啊,有魏济死者灵魂的意思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需要魏济灵魂呢? 那多一半啊,那都是不得好死 那我身后呢,就是两座的日本时期的魏灵碑 这种魏灵碑呢,就是日本人为了纪念当年在这个清华战争当中 日本死难者啊,他们所谓的那些英雄,然后建立了 这两座魏灵碑啊,它可不在东北,不在过去的韦满洲国 它的位置啊,就在北京,现在的这个北京市政府所在地的通州区 我身后呢,就是京京公路 啊,非常不好找 它在通州区 鲤鲤鲤鲤鲤的这个小芝儿村的村南 因为现在啊,这个小芝儿村都没有了 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 啊,这个位置呢,现在就在京京公路的边上啊,陆北 啊,我们看啊,这有两座魏灵碑 其中一座呢,是这个棉花事件 叫魏灵碑 还有一座呢,是这满洲电电社的这个迅难之宫的魏灵碑 我们现在啊,就仔细看看这两个魏灵碑到底是写的什么,什么格式 这两块石碑的全称啊 一块叫做通州事件棉花关系殉职者魏灵之碑名 另一块呢,叫做满洲电电社员殉职纪念碑 那么这些日本人是啥时候,为什么,怎么死呢 哎,今儿啊,我就跟您摸摸摸摸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 在通州这个地方啊,曾经发生过一次伪政府保安队的反正起义 因为在这次起义当中啊,这些起义人员的站队方向的问题啊 所以在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史料里边,对这次起义的过程以及内容以及事件的发展后续显有记载 那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77卢沟桥事变以后啊,这国民政府的电台呢,对外是这样宣传的 在卢沟桥战役当中啊,29军大败日军 中国军队已经陆续夺回了丰台以及廊坊诸地 政府将陆续向华北派遣野战军 并且啊,电台中还声明 蒋委员长命令,附近的29军将大举进攻计动 学习委都通州并血迹汉奸殷乳庚的决议 通州保安大队的头目们呢,本来就和29军的军长宋哲元有联系 并且啊,还都收了这宋哲元的活动经费 据说啊,每个头目一万大洋 又听到广播中是如此宣传 于是啊,这信心就来了,就在7月29号的凌晨4时 对日本驻通州的守军发动了进攻 哎,以少秤多呀,这次起义算是成功了 并且啊,逮住了当时这个通州的汉奸头子 阴汝庚,阴汝庚是冀东自治政府的头目 是当年啊,北京地区最大的汉奸 只可惜啊,种种原因 后来呢,这阴汝庚啊,在压界途中,他逃跑了 您看无论是这个卫星碑的正面啊,还是这个反面啊 都有很多的这个弹孔 这个当年这个日本侵华结束以后啊 老百姓不关上的毛病 知道这种碑啊,它是日本人的这种纪念碑 所以说啊,就是能用土枪用土枪 能用土枪用土枪啊,这种碑上边 我看都有很多这种弹孔 通州事件棉花关系殉职者 魏灵碑建设委员会敬见 卧槽,原来这这玩意儿还有一个建设委员会 不错啊,这帮孙子倒是承认 那会儿是中华民国27年7月 但是它旁边有行小字,上面写的是 昭和十三年 也就是说这儿啊,不是维满中国 这是中华民国 建设署署长,殷同传书 殷同,这一看,这就是汉奸,千古骂名啊 殷同 那么通州起义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这个说法啊,可就不一样了 用据这个现代流行语说啊 这简直宛若一场罗生门 首先呢,我们先看看在国内能查到的消息 在百度百科是这样说的 当时啊,日本守军在通州大概有300人 连同侨民以及浪人一共有六七百 这次啊,被杀者有五百人之中 日本人提供的数字呢,还算详细 他们说呀,当时在通州的日本驻军 藤伟小队有四十人 山田自动车中队有五十人 再加上宪兵兵寨一共是110人的战斗部队 除这110人的战斗部队被全歼以外 还死了117个日本居民和106个朝鲜居民 二战以后,蒋中正出了一本书 叫做《蒋总统秘录》 在秘录当中啊,蒋介石回忆啊 在这次事件当中,死亡日本人104个 朝鲜人是108名 这些人啊,全部是军人 日本人夸大了事件本身 并且啊,根本就没有平民死亡 那么远东军事法庭 也就是东京审判是怎么认定这次事件的呢 法庭认为 通州保安队的中国士兵 杀死253个日本官兵 以及侨民、顾问和日韩浪人 30日,驻军封台的日本军队杀入通州 在西苍为了报复并慰计日本死难者 杀死了700余人、中国通州百姓 最后啊,死多少人 简直就成了谜团了 不过呢,这激东政府和日本政府 双方一起验尸后得出结论 激东政府向日本政府赔偿了120万日元 这两桶石碑就是这些日本人各自所在的单位给他们建立的纪念碑 棉花事件碑上记录啊,当时死了日本人11个 这11个日本人啊,都是种植棉花的专家 特意啊,从日本来啊,直到中国农民种棉花的 您别以为他们是远动重洋来帮助中国人民农业建设的 实际上啊,是这么码的事儿 当年啊,日本修建了京津公路 是从当时的北平城一直到天津唐谷港的 为了防止啊,抗日军民啊,对这条公路的破坏 所以他们下令啊,在公路两旁200米的范围之内啊 不能种植过高的农作物 比如高粱,老玉米什么的 只能种植啊,棉花 这主意它一举两得啊 不但防止了在高粱地里藏人 而且啊,这些棉花是日本人的重要军事物资 所以呢,他们在国内啊,就找来了种植棉花的专家 教这个沿途的百姓种植技术 棉花种的怎么样啊,咱们不知道 反正这帮专家啊,是在通州喵息了 那么这满洲电电社又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满洲电电社呀,是满洲电信电话诸事会社的简称 因为背后的碑文呢,已经被老百姓凿刻掉了 所以呢,我们并不能辨识这桶石碑的碑文内容 据当地老人讲啊,这碑文中提到过四个日本人的名字 所以我们想啊,这满洲电电社呀 在这次事件中可能死了四个日本人 听说现在的日本幼仪分子啊 一提到这件事情啊,还挺委屈 他们呀,还要把这件事情深移 您说他们压着想法多孙子吧 无论在这次事件当中 你们死的是军队还是平民 哎,你们个日本人,凭什么死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你先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了 他们说呀,那些平民和士兵啊 妇女都遭到了强暴 所有人都被分尸 死状惨不忍睹啊 那么,谁又来回答 被日本人报复残忍杀害的七百多通州百姓 冤不冤呢 我认为这两块碑立在这儿很有必要 警示后人不说 还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行 不过,在这两个碑的一侧 是不是应该栽立一块更大的石碑呢 上边啊,就这样坎坷 为通州事件中死难之平民英灵 永垂不朽 然后我刻意了,看了一下地图啊 这个地儿如果您要想找的话 您就在这个地图上搜 通州区物美超市土桥链 您就能搜到这儿 无论您是在高德地图 还是在这个百多地图 都能搜得到 这个位置呢,其实坐车也是很方便的 在这个三十米一处吧 就是地铁八通线的土桥地铁站 也就是说您从土桥地铁站下车 穿过京津公路 走天条啊,记住一定要走天条 然后呢,再向这个通州方向走个三十米 就能到这个魏灵碑的位置 今天啊,通州魏灵碑的故事啊 咱们就到这儿 通州呢,曾经做过这纪东伟政府的首都 所以啊,这汉奸的故事还有不老少的 您要是乐意听呢,我就乐意讲 您在留言区啊,告诉我一声 我编辑编辑呢,就给您发出来 您是长按点赞 咱们呀,好故事天天见 得嘞,今儿就到这儿 明儿见了您嘞